那各位可以看到,插入裡面有一個叫交叉分析篩選器 就它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資料裡面有幾個欄位 包含就是什麼學院跟系所 那我們如果今天希望把所有像這個文學院啊 傳播學院、商學院 比如說我今天點了哪個學院 自動就把那個學院的資料 只留下那個學院的資料,那就篩選 或者想要哪個系所就哪個系所顯示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所謂的交叉分析篩選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它怎麼要求 第一個當然說它希望怎麼樣 建立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然後呢指定學院跟系所做雙重條件查詢 然後呢它有一些設定 就是學院要兩欄 系所要六欄 那寬跟高的話呢分別有這個設定 然後樣式它有指定 第三個、第五個 然後寬多少、高多少 這個都有指定 然後並且放在第一列跟第十列的上面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還蠻簡單的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要在上面加上那個交叉分析篩選器的話 針對哪一個欄位呢 針對學院 針對系所 打勾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就會給你兩個 這樣浮動在上面的一個 類似一個面板有沒有 那這個面板有什麼用途呢 不太好移動 你移到這邊看一下 這個地方喔 先大小先不調好了 假設我現在公學院按下去 你要不然公學院的資料留下來 其他都不見了 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上面有個XX 有沒有清除篩選 那這個就全部啦 那如果我只要管理學院的 只有留下管理學院的 所以這個時候管理學院的資料出現了 有沒有 然後如果全部就這樣 那如果我要什麼 文學院的中文系好了 文學院的中文系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只會留下 文學院裡面的中文系的 那如果你還要包含歷史系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歷史系 可是你會發現它只能單選 所以如果你要複選的話 我印象中是按Ctrl鍵可以複選 試試看 可以耶 按Ctrl鍵可以複選 這個時候歷史系跟中文系也都會出現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這個交叉 這個分析篩選器其實還蠻好用的 清除的話就按這邊 再把它清除掉 它要恢復了 OK好 所以特別注意 主要是從哪邊呢 插入裡面呢 把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把它叫出來 那可是它其實還有一些相關設定 哪些設定 因為你放在這裡 第一列到第十列其實不夠寬 也不夠高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調整一下 那如何調整 它其實這邊有相關的說明 有沒有 學院要兩欄 然後要這個格式 然後是什麼 叫樣式深色3 然後高5公分寬7公分 所以設定的方法很簡單 點這邊一下 你會發現它上面其實就有了 第一個我找樣式 樣式應該深色吧 深色第三個這個 第二個要幾欄 要兩欄 然後寬度多少 寬度5公分 所以寬度輸入5公分 高度幾公分呢 還記得嗎 7公分 對這樣OK了 好 然後寬高 OK好 那就完成了 不過看起來有點 這個位 應該是顛倒了 應該是寬7公分吧 高5公分才對 我想應該比較合理 也對 應該是 看一下題目 這邊的話 寬7公分 對啦 應該顛倒 好 再來的話第二個細鎖 細鎖的話 其實也這樣 它變成說 它這個細鎖 它的那個 應該是深色5 然後高5公分一樣 寬的話要7 藍要6 OK 所以呢 大概這個數字記得之後 來試一下 那一樣嘛 切到這邊來 然後先給 先這個 先第五個 12345 應該是這個吧 OK 然後再來的話 6藍 所以把它輸入6 然後高度的話 應該是5公分 寬度的話27 先點上面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把它移到哪裡呢 移到第一列到第十列的這個空間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 那你如果你要選哪一個學院 比如說工學院它就列出來 那工學院的話你可以再選你要選哪一個系 那它就會出現說這個系所申請的圖書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就點選上面的XX 也就清除篩選 清除篩選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後面我們待會再來看 他說還要再做那個 篩選提名的動作 不過這個待會再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針對那個什麼 交叉分析篩選器 建立學院跟系所